统计分析 做完了91年之后的话 92年 其实要不要重做 其实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范围 跟这个范围 其实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只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这个名称 一个是91 一个是92 那也就是说公式的话 应该都一模一样 差别是什么 把那个名称改一下 也就是说 91有没有 把它改成92 91 改92 第一个你需要 把这个公式复制起来 贴到这里面来 OK 怎么做 特别注意 有标先放这里 把这个选起来 按右键复制一下 记得复制完之后 按取消 特别注意 复制完没有按取消的话 你要再复制过来 会有问题 先把它取消 OK 好 复制取消 再来 游标移过来 点这边 按右键 把它切上 把91 改成92 把91 改成92 按打勾 算出来了 OK 那92年的几率 比较低一点 那格式怎么办 这个格式 要不就重做 要不复制格式 要不复制格式 点一下 有没有 格式就过来了 OK 点两下 全部就算完了 好 91年92年 91年的1号出现万分之245 92年出现几率万分之206 OK 那合计起来多少 等于 前面这个 加上什么 后面这个 特别重要 先给它一个等号 等于 有没有 等于 前面这个 点一下 加自己打一下 后面这个 特别重要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对仪式的操作 不太习惯 而且甚至不熟悉 你跟它不熟 这个